我在講一個歷史的例子 你就看民進黨是怎麼看別人跟看自己 1999年的時候那時候 蔡英文去談的WTO的談判 結果那時候我們的米酒 從涨到135元 民進黨直接罵說 連個米酒都管不好 總統政府給我滾蛋 但是民進黨上台變到180元 馬總統上台才變成25元 結果馬總統能處理這問題 民進黨沒辦法處理這問題 我同樣的問題 一個雞蛋都管不好 陳其中你到底什麼時候滾蛋 馬總統